嗨,大家好,我是孔靈杰 那很开心,今天又来回来 我们来讲这个Information Economics 资讯经济 那今天的主题呢,是所谓的 Screening under Moral Hazard 也就是说呢,延续着我们前面介绍 Screening这个主题 那我们今天有两个任务 第一个任务是我们想要做基本的 关于Moral Hazard的介绍 对吧,因为我们还没有真的看过 什么model这种程度上的介绍 所以我们用model的角度来讲一下 我们如何讨论 Moral Hazard Hidden Action这个议题 以及我们有会做基本的Screening了以后 我们能不能做点更复杂的Screening which means我们在有Moral Hazard的情况下 做Screening这样子 那eventually大家当然会看到一些model 并且会看到 哦,这东西看起来应该会有一些应用的场域呢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目标啦 好,所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会先对Moral Hazard做一些基本的介绍 那这个介绍还是Qualitative的 接下来我们才会用一个最基本的model来给大家看 当我要讨论Moral Hazard的时候 我的Setting可能长怎样 model可能长怎样 以及在基本的情况下 Moral Hazard可能会或是可能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接着呢,我们会讨论两个specific的issue 分别叫做Limited Liability 以及Screening Under Moral Hazard 那它们基本上就是一些更延伸的 你也可以说它是更复杂的情境 那总之就是我们今天从几个不同的角度 来看看这个Moral Hazard Problem 以及这个所谓的Screening Under Moral Hazard Problem Moral Hazard Problem